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网站登录 网站登录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今天我已经做完一个网站 可是如果你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搜寻不到 你在雅虎搜寻引擎也搜寻不到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当然会 你又没有登录到他的网站 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搜寻到你的网址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怎么样把自己的网站登录到 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做法 假设我们就到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然后我就去输入 输入什么 网站登录 所以您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就网站登录 你看哦 网站必备 将网站登录到Google 雅虎 并 一样就是番薯藤 至少 至少 反正这家公司已经被人收病了嘛 这是微软公司的 这个番薯藤 目前还存活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主要还是以Google为主 所以 你至少要把自己的网站登录到Google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点他 他就说 其实 假设我们今天呢 想要去做这件事 开启这个浏览器 进入Google的登录页 好 所以我就点他 那 他要求你哦 一定要是Google公司的会员 这我想应该蛮合理的 所以我这边 我就先登录 登录了以后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网址贴给他 所以就直接贴上 好 如果记不住的话 打开刚刚的云端硬碟 我最近做的 是不是在这边 这是最近 最近使用过的档案 好 快速点两下 打开 打开之后 到这个八部 八部这边 八部设定 然后把这个网址 复制起来 然后 直接贴上去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址 应该都贴好了嘛 然后进行机器人身份验证 什么 送出要求 好 送出要求 他说这个Google公司 他已经收到我的要求了 好 我们会就是Google公司会尽速处理 让这个网站 例如说 例如说 假设我日后 日后我输入 我在Google搜寻引擎 对不对 这边 我就去输入 孙在阳 不是 孙老师 电脑 教室 他是可以找到的 这样知道我现在做的意思 那我就把 例如说 之前我曾经做过的 我打在这边 例如说 我在搜寻引擎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输入 孙 在阳 电脑 教室 这是我之前做的 两三个月之前我才做的 好 直接 Enter 然后接下来你看在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打那么详细完整的名字 他当然可以帮我摆在第一位 好 点他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进入到我的那个电脑教学网站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 之前 例如说十年前 这是要钱的 现在不用钱了 好 还有 还有 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下 大概 大概一个小时后 就可以找得到了 在雅虎里面进行网站登录 大概要一个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事说编 他一样不用钱了 但是他就要等一个月 可是真的就是会通 就是 刚刚我不是介绍吗 这边 这个网站 有 这边是Google的登录嘛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雅虎的登录 对不对 你就自己去按照 我刚刚教你类似的方法去做完 但是 Google大概等一个小时 那雅虎可能要等到30天 差很多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都会成功 不然你要是没有登录 你将来不可能让别人背这个网址嘛 你还记得住吗 什么https冒号 斜线 然后呢 没有 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sides 对不对 后面才是什么go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没有人在背这个网址 可是我们都是用搜寻引擎找出来的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调查说 我这个网站是被搜寻引擎来的 还是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你去买广告 对不对 还是什么方式过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麻烦请你们至少先把你的网站登录到这个Google Google这里面这个网址 把网址贴过来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送出要求就好了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进行Google搜寻引擎的一个网站登录 方便日后我可以查询得到这个网站